韩国小伙来到中国留学,认识了现任女朋友,从谈恋爱到结婚,他们只用了两年时间, 我心怕小伙在中国带着不习惯,一直在劝说回韩国发展, 可是小伙觉得在中国挺好,生活既方便又快捷,还有过世未央的美食, 于是他选择为爱留中国,可是却发现买套房太困难,没有上百万根本买不起, 经过几个月市场斗争,小伙决定开家店卖海鲜,这就是店铺里面, 他正往锅中倒入200斤酱油,再把白萝卜和大蒜搞里头, 青辣椒,蒜米,生姜,那是地步可少,再加入灵魂配料螃蟹, 泰国炒天椒,新疆红枣也放进去,这就是小伙做螃蟹的秘诀, 螃蟹是从浙江运来的,那里的螃蟹全国文明, 也是拿来做腌螃蟹的最好的材料,直接倒进水池中清洗, 再用刷子刷刷刷几下,去掉里头多余的泥土,只有螃蟹怎么能行呢? 小伙还进货了20多斤虾,最贵的要数鲍鱼, 几多有上百个,三个头比较小,但是里头的肉却十分厚, 同样用汁染水清洗干净,再捞出来倒进饰料盒子中, 一盒用一盒的装好,分量超级多,一般开整只螃蟹, 可见里头的蟹黄非常多,想想都让人流口水, 这时候锅中的配料也煮好,汤汁已变成黑色, 将配料全部捞出来倒掉,里头的汤汁则过滤干净, 整桶放进水中,等待冷却, 随后咬出来倒进螃蟹中,将它们腌上三个小时以上, 虾和鲍鱼也用同样方法腌制, 小伙原本以为这种海鲜会受到很多广东人喜欢, 谁知一个月后直接亏本30万元, 就算免费菜也没有人要,到最后只能倒进垃圾桶扔掉, 其实用酱油煸螃蟹,确实不符合广东人口味, 还不如拿来报场呢,这简直就是亏本生意, 如今店铺已经倒闭,只能通过这条视频观看, 如果送给你们,会愿意吃吗?